很多人实现了美国梦想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而对于首次购物者而言 所有的房屋在价格 维修 地价税方面都不一样 有些地点会花费更多的钱 那么首次购物者应该避开哪些特定城市呢 我们就来听听不动产专家的建议 物价昂贵 生活成本高 为理想的首次购物者带来双重打击 也让许多租屋者无法实现拥有自己房屋的梦想 以下是专家认为首次购物者 应避开的一些特定城市 旧金山 大多数人第一套房子都是入门房 他们寻找的房屋通常比他们想象的要小一些 或者总体上更便宜 租金和生活成本高的旧金山应该避免 纽约市 与旧金山一样 纽约市也为首次购物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高房价和昂贵的租赁市场相结合 使得人们很难存购首付并进入房地产市场 洛杉矶 专家说 洛杉矶的房价连续多年大幅上涨 住房供应量不大 因此经常出现竞标战 这对首次购房者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市场 省和西 那里的房价中位数相对于收入来说非常高 由于科技产业蓬勃发展 这个西谷中心的房价飞涨使得首次购物者难以进入 科罗拉多州阿彭斯 阿彭斯可能是令其惊讶的滑雪胜地和奢华生活方式而闻名 但它的房价昂贵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阿彭斯的房价中位数是天文数字 专家表示 对于许多首次购物者来说 考虑更实惠的房屋市场可能是明智之举 他们可以在这些城市购买入门房 建立资产并获得宝贵的购房经验 然后再进入更昂贵的市场 中天中望 专利报道